这个喝下霸王酒变功力大增的男人 正是封城三峡之一的九中仙 九中仙的绝学霸王拳 配合特制的霸王酒 可以发挥出超乎想象的威力 可怜霸正是看上了霸王酒的效用 想要用霸王酒提升功力 这才设下陷阱请君入瓮 偷偷盗走了九中仙的霸王酒 没有霸王酒加持的九中仙 根本不是贺连霸的对手 被贺连霸抓回了海沙宫 关了整整半个月 直到贺连霸击败关玉天 成为至尊盟的盟主后 才意气风发地回到海沙宫 他无比得意地告诉九中仙 自己已经杀死了关玉天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武林盟主 意图逼迫九中仙就范 交出霸王酒的配方 不管了 贺连霸 你就是恋上十年八年 你也不是关玉天的对手 这种事骗得了人吗 九中仙对这个消息已经信了七八分 可他依旧嘴硬地表示 就算贺连霸吞并了至尊盟 也就充其量掌控了一半的武林盟派 还算不上是武林盟主 贺连霸同样明白这个问题 所以他才想要得到霸王酒的配方 加快一桶武林的步伐 我还是那句老话 不可能 你是执意不说了 我不说不说就是不说 存在记住了还是不说 九中仙压根不吃贺连霸这一套 命死也不愿说出霸王酒的配方 贺连霸健壮找来了炼翅雪 让炼翅雪带来了大量的美酒 试图用美酒诱惑九中仙 从九中仙的口中套出霸王酒的配方 九中仙早就看出了炼翅雪的目的 将其狠狠地戏弄了一番 他哈哈大笑的声音传了出去 引起了逍遥狼的注意 逍遥狼带着烟塘风潜入海沙宫 就是为了救出师父九中仙 他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前进 果然见到了被囚禁起来的九中仙 贺连霸见逍遥狼和烟藏风到来 猜测他们的目的是九中仙 他还没有得到霸王酒的配方 自然不能放九中仙离开 于是出手攻向了烟藏风两人 仅仅不过是三两招 就将逍遥狼给打倒在地 逍遥狼深知不是贺连霸的对手 连忙将霸王酒扔给了九中仙 九中仙喝下一葫芦霸王酒后 体内的功力瞬间增强了两倍 整个人如同脱胎患骨一般 强大的魅力游荡在四肢百骸 轻松震碎地束缚住他的铁链 随后凝聚真气在拳头上 用出了最强绝学霸王拳 全力一击的霸王拳恐怖如斯 一招击败了赫连霸和炼赤血 让两人都受了不轻的内伤 而九中仙用出这一拳后 也没有了继续战斗的能力 连忙带着烟藏风两人溜之大吉 拜玉儿听到动静前来查看 刚好见到了烟藏风 他本来以为烟藏风掉下悬崖必死无疑 如今见他大难未死很是开心 地旁的逍遥狼见到拜玉儿 瞬间对他一见钟情 这就弄出了一段复杂的关系 而九中仙见三人愣在原地 不由的出言提醒起了三人 你们在干什么呀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快点走吧 玉儿 跟我走吧 不要待在海上宫了 你还犹豫什么呀 师妹 来住他们 走吧 眼见恋痴血追了过来 烟藏风催促拜玉儿跟他离开 可拜玉儿自小在海沙宫长大 贺连霸又是他的义父 他自然不愿意背叛贺连霸 因此他帮助烟藏风发动高科技飞船后 要烟藏风赶快离开海沙宫 可烟藏风说什么也不肯离开 九中仙见状当机立断 直接出手打晕了烟藏风 发动飞船逃出了海沙宫 半个时辰后 烟藏风清醒了过来 他醒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担心拜玉儿放了他们出犯教规 贺连霸一定会杀了拜玉儿 九中仙闻言让烟藏风放宽心 贺连霸不可能会杀了拜玉儿 得知拜玉儿不会有事 烟藏风总算是松了口气 随即向九中仙提出了告辞 他经过两天的赶路来到绝禅寺 见到了刘依依和燕母 并将自己这段时间的经历 一五一时地告诉给了两人 你知道我在山崖下发现了什么吗 什么 发现了我爹的遗骨 烟藏风带回了燕中阳的遗骨 将他的遗骨入土为安 总算是给了燕母一个交代 为了查出是谁杀了燕中阳 烟藏风找到了绝禅寺的主持去恶禅师 询问千灵奇谱一世 谁知去恶禅师避之不谈 反而查看起燕藏风的内力 燕藏风就此获得外挂天意四象诀 果然内力平平 你只练剑招不练剑气 练对高手又如儿戏 如此破绽败出 冤能治敌 大师 那应该如何练剑气 你跟我念七天经 我自会教你 念经